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一端的人他有可能带给你的是 就是只有小说影视作品里边才会有的一种极端的爱情 但是这样的极致的东西 它同时带来的可能也是非常极致的一种情感刺激 大喜大悲大痛都有可能 那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承受这样强烈的感情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桃思玄 情感心理专家 对情感关系 女性问题有十几年的调查研究 对于亲密关系 亲子教育 有丰富的咨询经验和认识 同时他还是家庭治疗师 国家心理咨询师 情感关系专栏作家 中国单身女性网CEO 本期节目桃思玄与您分享爱情与婚姻的关系 从恋爱到婚姻 你准备好了吗 婚姻一定是一段美好爱情的最终归宿 但是恋爱不见得就是为了婚姻 恋爱可以有很多的原因 你可以只是为了想要去体验一种感情 一种关系 就去找一个合适的人谈恋爱 但是这个人未必适合婚姻 因为婚姻是涉及到两个家族的问题 而且它会有很多很现实的 比如说你们的价值观 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 他想住什么样的房子 你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他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所有这些问题在恋爱的时候 它是不会构成一个太大的障碍 但是在婚姻里面一定会 包括今天我在看我自己的微博 还有很多人写说他乱丢袜子 然后他的衣服从来不洗 从来不做家务 我们会挑生活中的非常多的细节去责备对方 相信我 这真的不是真正的原因 所有你的脑袋能够想到的 那都不是真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一定是在你这儿的 在你心里的 它是与你自己的一个期待 为货满足所带来的失落感 有关系 本来我心里面期待的是我的couple 我的先生他五年之后是一个特别棒的 马云第二或者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可是这个人五年之后只是一个白领而已 可能连白领精英都还差那么一点点 你心里面一定是有落差的 可是这个落差我们有谁敢理直气壮地去讲出来 就像说我希望我的先生 他五年之后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十万二十万 那我也不会说出来的 因为这显得我太贪财了 同样的 对吧 如果你期待你的先生 他在五年之后是马云第二的话 你也不会把这个话很理直气壮讲出来 因为他会显得你太势力了 我们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 我既不贪财又不好色 而且也不势力 我就是一个圣母玛利亚 我是一个天使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男人也一样 我会期待我是上帝 我是耶稣 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做不到的 我们都是五骨杂粮长大的那个人 一个人加上五骨的骨是什么 我们就是一大俗人 我们内心就是天生的有一些不安全感 而这些不安全感 我们会需要用外在的东西来给予补偿 这就是人 所以你只有去面对了这些 并且能够两个人达成一致 我们来协商 我希望你成马云 可是你告诉我 我成不了 那OK没问题 你告诉我你能成什么 我们来取一个中间职 我也能接受的 你也能接受的 这个问题就算放下了 它才是真正的解决了 那么其他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比如家是什么 它是做什么用的 对我来说 家就是一个让我休息的地方 我很不喜欢带人去我的家里面 我也拒绝养一切宠物 别跟我谈爱心不爱心这件事 我讨厌我的家里边 飞得到处都是那个狗毛毛毛的 因为我有那个过敏症 我是不允许这件事在我家里发生的 可是那如果我谈了一个男朋友 他是超级热爱小动物的人 怎么办 他在家里可能养了四条狗 七条猫 那怎么办 那就要来协商 如果我们谈恋爱 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你住你那儿 你养成动物园 没问题 但结婚这就是问题 那我们就要来探讨 可不可以其中的有一方放弃 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中间协调值 如果没有 那就你再找一个合适你的 我们可以做朋友 如果说中间有可协商的地方 我们就来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 记得我之前写过一本书 我在里边写过一句话 爱情是一只没有脚的鸟 落地就会死亡 一般少男少女呢 谈的恋爱都是这种状态 就是漫天飘的 完全不着编辑 这样谈也是没问题的 挺好的 这是一种体验 但婚姻是一定要落在地上的 那么所有这些很具体的问题 包括衣服 我喜欢什么样的着装风格 你喜欢什么样的着装风格 你每天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我每天要吃什么东西 就是这些俗的不能再俗的事情 它决定了我们的婚姻质量 到底会过成什么样 与极端的人结婚会有什么后果吗 极端的人会给你带来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它有可能带给你的是 就是只有小说 影视作品里边 才会有的一种极端的爱情 但是这样的极致的东西 它同时带来的 可能也是非常极致的 一种情感刺激 大喜大悲大痛 都有可能 那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承受这样强烈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考虑的 而不是说 我是不是要找一个极端的人 或者说 我就是一定要避着极端的人 这个都不重要 我今天突然想起 我的两个女朋友 就她们两个都是 非常极端的人 一个为了爱情 自己周游列国 到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个国家飘着 我们都没有了她的消息 另外一个也是 她男朋友是英国人 然后那个 说是要来中国找她结婚 结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就突然病故 那我这个女朋友 就一个人跑到英国去 住在那个男生的家里边 然后就跟国内所有的朋友 什么都断了联系 你们每个人 包括今天在场的 咱们所有的朋友 真的不用去 条条框框地拘束说 一定要那个爱情 就浪漫地不着编辑 一定要浪漫致死 真的不一定 生活是很多种 多样的 多姿多彩的 你看你自己 你想要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 钱对你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去放大款 去找有钱的人 如果说 我就是一个 一定要那种激情 要那种 今天见不着他 明天我就要去死 你就去找那样的一个人 去谈这样的轰轰烈烈的恋爱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我是一个 我只想要一个人陪着我 我们可以牵手共渡 过马路的时候 他能走在我旁边 然后他下班回来了 我能给他倒一杯水 这样的生活 我们可以一起去菜市场 去买菜 去跟人家讨价还价 这就对我来说 就是生活的快乐 你就去找这样的生活 没有什么样的状态 一定是对的 或者错的 但是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无价值感是摧毁 我们的一个根源 我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要为了证明 我是有价值 而不是无价值的 包括我们拼死的 要别人来爱我们 也是要证明 我是值得被爱的 当你在恋爱的苗头刚有的时候 就奔着结婚而去的话 这个恋爱一定会歪的 它一定会变质的 你赋予了爱情太多的包袱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是很盲目的一个决定 当然你有这样的美好愿望 是对的 可是他真的不是一定要去到的 而更加不是每天我要念到的事 你想你刚认识一个人 就像这位穿湖蓝色T恤的 戴眼镜的先生 我看见他 我觉得第一眼的印象 帅哥 对 第一眼感觉很好 我很愿意跟他交往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 这个人是适合你一辈子的一个丈夫啊 这太不负责了 对不对 你不能在一开始就是说 我们就要奔着结婚 我们就是一定是要为了结婚才走在一起的 错了 我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 在当下这一刻 我很喜欢他 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我要去了解这个人 适不适合和我在一起建立一段很严肃的 很长期的关系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一位网友说 您觉得可以先结婚后恋爱吗 当然可以 先结婚后恋爱是要本事的 先结婚后恋爱真的是对你的心智成熟度 对你的爱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你完全不了解那个人 然后你就跟他结婚了 那我们结婚肯定是为了能够走下去 而不是为了离婚的 对不对 那你要跟那个人走下去 你就要开始去学习 怎么样包容这种差异性 那个人跟你的很多的不一样 价值观的不一样 人生观的不一样 生活习惯的不一样 很多的差异性 包括爱的方式 拥抱的方式 触摸的方式 等等它有可能是你极讨厌的 现在你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剥开所有这些你不喜欢的东西 去发现它的好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爱的能力啊 所以这是很棒的 当遇到爱管事的婆婆该怎么办 我不太知道你们年轻人会怎么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挺乐的 因为有人提着我考虑那些事情 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 其实我个人是真的是觉得 在一个家庭里边没有大是大非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可能在婆婆和儿媳之间 更多的是一个权力之争 更加多的是体现在婆婆的身上 因为父母养孩子在中国 还是养儿防老的观念和心理 她的后半生是要依靠这个孩子的 但是对不起 自从你出现了 这个儿子就靠不上了 就越来越靠不上了 那么老人在这个时候 她的生命曲线又是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对吧 她毕竟已经年老了嘛 那么你们再想想看 婆婆在这个时候 她的事业成什么趋势 也是下降的趋势 她可能已经退休了 也可能正在退休 总之她在工作当中 已经不再是被重用的 那个核心骨干力量了 紧接着下来就是 退休后的人 都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 我没有价值了 无价值感是摧毁我们的一个根源 几乎是所有的心理问题的一个根源 那我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要为了证明 我是有价值的 而不是无价值的 包括我们拼死的 要别人来爱我们 也是要证明 我是值得被爱的 那你想一个老人家 他在事业上 开始不被需要了 不被重视了 在家庭里呢 也开始不被需要了 不被重视了 因为儿子已经有你了 这个老人的心里边是很惶恐的 他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他很怕自己的晚年 完全是没有被照顾的可能性 所以我这种婆婆和媳妇的争夺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之争 他只是想要证明 我在这个家里边 还是可以有一些依靠的 我还是能够拿到一些东西的 只是想要证明这些而已 就像我刚才讲的 家里本来也没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那就交给他去处理好了 你还乐得轻松呢 对不对 你可以省下这个功夫 好好想想跟老公怎么样浪漫一下 很多年轻人都说 说我们要过二人世界 不愿意跟长辈住在一起 这个是对的 就是我们这一辈和上一辈 最好的距离就是 一碗汤的距离嘛 就是我们又不住在一起 但是我端一碗汤送过去 又不至于凉 就那个距离又不至于太远 这是最好的距离 如果有事情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出现到现场 去帮他 给到他支持和帮助 但是平时又不会完全交融在一起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恋爱中的激情能持续多久 激情就是天天朝思暮想 闭上眼睛也是那个人 睁开眼睛想的也是他 然后会为了他的一句话 就喜笑颜开 然后会为了他的一个小表情 就喜悦得不得了 幸福地想要飞到天上去 然后会为他一个忽视 我就泪流满面 夜不能寐 这是激情 这个不是爱情 所有的激情都是会退缺的 这个是人的生理本能 谈恋爱的恋就是变态的变 加上变态的态的下半部 所以它合在一起就是变态 真的是 激情当下的那个时候 就是一种退行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谈恋爱 在突然爱上某个人的那个当下 你是很多行为是很像小孩子的 所以人是不能够长期停留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 而且人在激情状态下 你的体力和精力 都是透支的状态 你可以连着一个礼拜不睡觉 你也没问题 你也还是会觉得我精力充沛 心情很好 还有力气再去干别的事情 对吧 谈恋爱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白天上一天班了 然后接下来还跟那个人 打电话 打一宿的电话 第二天早上接着去上班 所以你的那个精力体力 它是在透支的状态下 就是你和一个人一见钟情的时候 四目相对胸中小鹿乱跳 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就开始分明一种激素 叫做幸福激素 这种激素的成分和妈妈生下孩子是一样的 那时候你会情人眼里出西施 就看他怎么看都是好 但是人在这个状态下 是就是刚才我讲过的 它是一个透支体力和精力的一个状态 人是不可能永远这样 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早死的 所以我们的这种自我保护机能 会让这个激素慢慢地退缺 这个科学家早就有过研究了 大概如果你们一周见一次面的话 它的退缺的时间是一年零三个月左右 这个激素就没有了 这个激情就没有了 所以激情是爱的一部分 那爱情里边是一定包含了承诺 这个是爱情